外國旅客到上海去玩了 90年89萬一年 到08年640萬 這個成長了也是八九倍以上 外商的直接投資 從一年1.7億美金 到100億美金以上 成長了也就是八九十倍以上 全市的財政收入更加恐怖 90年從一年收入284億人民幣 變成08年的7532億人民幣 上海市長在中國不管是經濟 或者是政治 都是劃水的監擋 你如何看上海在未來中國 將會扮演什麼角色 市長 是 信聰剛剛提供這個數據 我有一個解讀 就是說上海為什麼這個收入會這麼高 用現況來講好了 現況就是上海的服務業 是全中國大陸比例是數一數二 這個服務業裡面 他又是高端服務業占比較多 所謂高端服務業就是第一個金融 第一個是高科技 我們現在到上海去除了看銀行以外 就是看那個張江的高科技園區 就這些 這些都是高價值的東西 再加上這幾年這個熱錢涌進上海 所以上海人要這個工作賺個外快 機會很多 所以他現在這個整個這個收入來源 他的收入這個就比其他地方更有利 那未來我提一個很重要一個上海市的規劃 給各位觀眾做參考 上海市在最近一年內已經公佈了三大計畫 第一個要把上海市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第二個是建設成為國際貿易中心 第三是國際航運中心這三大中心非常重要 我在想說為什麼他要趕快公佈這三個中心 他避免這個世博結束人走茶樑 萬一這個世博完了這個沒有什麼計畫 這個吵不起來就下來了 所以他現在這三大中心推開了 國際金融中心他是要跟紐約比賽 國際航運中心是蓋在那個上海市外海的小洋山島 國際貿易中心據我所知 現在要把虹橋區重新復興起來 不是復興再重新炒熱起來 虹橋機場現在不是要跟臺北通行嗎 將來我們松山區跟虹橋區 就是兩岸互相呼應的兩個商貿中心區 所以這三大中心我是建議大家多多的注意 是是是所以上海以後的發展跟臺北會息息相關 會息息相關就像虹橋跟松山機場兩個互通以後 那就兩個商貿中心的連結 蔡老師我請教你 金澳對整個中國特別是對北京來講 改變非常多 包括說市民對於中國的認同 以及自信性大幅的提升 當然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外資進入 二零一零年上海要辦世界博覽會 五月就開始了 四博之後上海跟中國會發生什麼重大變化嗎 我想我們很客觀的講 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是主要的都會城市辦了這個奧運以後 這個自信心確實都有它的勢容各方面都有相當程度的成長 是當年一九六零年代東京奧運對不對 後來在漢城漢城奧運 這個整個市容改觀 這個城市的光榮感確實大幅的提升 那中共在2008終於辦了這個東西 現在回到上海 這個上海有一句話叫一年一個樣 三年大變樣 他每年你只要一年不去 你第二年再去 你就會發現上海的情況不一樣了 那他說三年整個局面就改觀了 我想不知道是這幾天台灣媒體是不是有報導 就是他那個五鐵共購 今年在四月就已經要完全 就是牽涉到財先戶的問題了 他五鐵共購 包括高鐵快速公路什麼東西 他一種是五種東西 他蓋在那個地方 你如果真正去看過那個建築工地 你就會發現像我們世界跑來跑去 比美國甘蘭底機場都還要壯觀 就是在浦東機場的旁邊 在市中心 那不是在浦西這頭 虹橋機場這頭 不是在浦東 浦東是在靠海那邊 但是他在浦西這個虹橋機場附近 他的五鐵共購 今年四月就要完全完工 他當然也是為了配合四伯 所以他那個工程的計畫 拆遷的規模確實是非常的壯觀 我們去的話 他都會帶我們去參觀工地 失作的情形 那剛才這個孟周特別提到的 中國大陸他的這個行政效率 當然他今天政治體制相當來說 相對來說是保守一點 那他這個儒必食指 這種貫徹的能力是在的 那每一次他都有一個計畫 我們以前在跟他們討論問題的時候 就是說我回來我就問我們臺北市 我們臺北市有沒有一個長城規劃 我想我們觀眾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們臺北市有沒有一個十年遠程的 這個城市建設規劃 我問過我們的臺北市的市政府的非常高層的 他講說理論上是有了 但是問題是我四年以後就全不像了 我那個規劃幹什麼 那都假的東西 反正書面上我們還是有 但是實際上就是沒有 但是他們確實就是一步一步的 因為他基本上他沒有這方面的顧績 所以他那個長城的市政建設的規劃 就是在那個地方 他要做什麼航運中心啊 轉運中心啊 這個金融中心啊 他可以有個長城的規劃 所以他那個市容的建設 當然中共他現在也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搞成一種大都會 管理起來都有問題 沒錯 上海的我對數字不是那麼敏感 但是我印象裡面就是他30層以上的建築 有多少 有1000棟以上 你就可以想像 他那個市政那個負擔是多麼的沉重 所以他們現在反而是比較不希望說是其他的 比如說鄭州啊這個洛陽啊 其他的城市啊 也變成一個大型的這種都會 他是與其發展這種東西 還不如是一個中小型的城市啊 是比較相對的 蔡老師你剛剛也談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上海市呢 他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計畫經濟 他其實所有的經濟是按部就班 長城規劃 因為他不會像臺灣一樣有選舉 一下子民進黨當選 選不上你之前的規劃都白費了 所以上海他可以做長期規劃 哪時候到幾年之後呢 哪邊的房子一定要拆光 一定要蓋高樓大廈 或者是要蓋什麼高鐵啊 或是地鐵啊 一定按部就班 說拆就一定要拆 其實韓正來臺灣的時候 很多媒體都忽略了 另外有一個人呢 也跟著韓正來臺灣 要抗議上海 對於整個拆遷戶的壓迫人權 有一個人呢叫做沈庭 他是中國冤民大同盟的主席 我們現在透過電話連線 他現在人在法國巴黎 我們請問一下 沈庭沈小姐 究竟上海在發展的時候 對於人權的壓迫是如何的情形 應該這樣說 上海是從90年代以後呢 開始城市建設 因為呢 就是以前呢 就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呢 上海有很多馬桶 就是每天早晨會 另一個馬桶去到 那麼到現在為止 就四伯會即將要召開 上海還有五萬個馬桶 還沒解決掉 那麼這樣呢 就造成了上海要一個 城市的建設規劃拆遷 那麼想把那些居民呢 改善他們的居住情況 但是呢 就是現在的大量的城市拆遷呢 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難民 因為從94年代開始 剛剛拆遷的時候 他們採取的政策就是 騙、哄、威脅 然後呢 使一些居民呢 就是拿到很低的價錢走了 那麼當時90年代的時候呢 那個房價還沒有這麼高 那麼從2003年 自從周正義案件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 周正義案件的當事人 那麼周正義呢 就是拆東八塊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官方勾結 東八塊顧名思義就是八塊土地 然後呢 黨市呢 是家綿橫有一塊 家綿康有一塊 然後市政府有兩塊 區政府有兩塊 那麼周正義本人有兩塊 那麼造成呢 就是他本來規劃呢 是靖安區高檔社區 然後呢 就是建造商品房 那麼黨市呢 給我們的價錢呢 才只有4000塊錢 一平方米人民幣 那麼他造完以後呢 他買出去的價錢呢 大概在兩三千塊 一張爛左右 那麼整個東八塊 取得的暴力就是80億 那麼造成呢 就是原居地的居民呢 那個生活條件 醫療設施都很不方便 那麼很多居民呢 就不願意搬離自己 足足備備的原居地 那麼造成呢 就是光明衝突 就是然後導致強欠 那麼我呢 就是東八塊 是為第一個被炸典型的典型 就是拆遷戶被強欠掉 那麼當時呢 我們就集體訴訟 高州正義跟上海當局官商勾結 因為是跟陳良宇的弟弟合作開發了那個 就是東八塊土地 那麼周正義呢 有1萬個股 1萬個股 1萬分的股票 就是1萬股的股票 就是盈匯 就是陳良宇的弟弟 那麼 那天